我万万都没想到,把牛肉放食盐中泡两天,这才是牛肉最好吃的做法。 牛肉软烂不柴,鲜香无腥味,太香了。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做吧,一圈三连,求个关注。 今天买了两个新鲜的牛腱,花了不到200块钱,我们这边是38块钱一斤。 朋友们,你们那边这样新鲜的牛腱是多少钱一斤呢?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的大料有小葷香,香叶,八角,姜丝和花椒。 放入100克白色的食盐,不用加水,随着锅内的温度不在那升高,把它炒拌均匀。 把大料的香味充分地释放出来,最后一直把这个大料炒至微微变色。 关火,把大料和食盐晾凉。 这时候炒好的大料已经冷凉了,把它倒在牛腱子上面。 我这里准备了五斤牛肉。 这里不需要加入一滴水,往里面倒入半碗料酒,给牛肉去腥增香。 然后下手充分地把它揉均匀,做个伸透的按摩。 大概揉10分钟左右。 让这个大料和食盐都伸透到牛肉里面。 这样腌出来的牛肉才特别的均匀,非常的入味。 揉好之后,把牛肉端到冰箱,腌制24个小时。 中途的时候,再把牛肉翻个面,这样腌得更透,又均匀。 还要把它端到冰箱,再腌制一天。 大家看一下,这个牛肉到了第三天,用手捏起来,特别的紧实。 像这样就说明腌透了。 然后把牛肉放到一个大点的锅中。 再加入足够的长江水,把牛肉焯下水。 烧开之后,给牛肉焯水大概五分钟,用漏勺把它捞出来。 放到温水下面,把表面的残渣冲洗干净。 然后把洗干净的牛肉放到高压锅中。 再来放入几个红辣椒。 一小把的花椒。 两个八角和几片香叶。 一小块桂皮。 一片白纸。 少许的白糖。 再倒入一碗提前熬好的糖色。 适量的生抽。 一点点的酱油。 再放点胡椒粉。 最后再倒入适量的清水。 再充分地把它搅拌均匀。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,特别的漂亮。 这样卤出的牛肉也好看。 然后盖上盖子。 按肉类键煮20分钟。 好了之后再焖上15分钟。 时间到了,打开盖子看一下。 哇,满厨房飘香呀。 用筷子看一下这个牛肉烂不烂。 轻轻的一插就下去了。 非常的软烂。 看一下这个颜色,特别的漂亮。 取出来放到黑色的盘中,晾凉。 像这样一款,好吃又简单的蜜汁酱牛肉就做好了。 忍不住的就像吃上一口,有没有馋到视频前的你呢? 下酒又下饭,全家人都爱吃。 按照这种方法,做出来的酱牛肉比买的还要好吃。 最关键不添加任何放腹剂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